重溫這場是ABL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 香港東方主場對著曼谷吸血鬼 其實在12月份的時候 我們東方作客曾經贏過對手 不過這次的對手已經更換了外援 所以是一個不同的陣容 面目全非 因為人家換了兩個最好的世界奧運回來 完全對於東方來說是陷於苦戰全場 不過幸好開賽初段有李奇的三分球 至於白衣的香港東方來說 艾利諾繼續保持他的水準 這邊來一個三分球 當時追到十平手 艾利諾今季在季初都起起伏伏 不過踏入季中之後 他的狀態真的回來了 不過今天真是頂不住對方兩個世界奧運 一個就是這位人稱,辛格泰衛 第一節的時候,當時落後七分 也都艾利諾再來一個三分 一直為球隊加油 值得留意的就是今天 雖然有主場之利的東方 但是陷於苦戰 一直落後著追分,只有追戰 這邊排骨仔又做個三分球 就是安拿迪 打完第一節,吸血鬼領先32比25 到了第二節 始終解決不了一個問題 就是對方七尺四吋高的迪古拿 實在他在籃底上能力很有霸氣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東方 全部都是靠外圍 或者橙、籃,襯襯敵古拿 因為這位巨人在籃底真的很恐怖 你看看他 沒甚麼跳起,已經坐了盡了 沒辦法,七尺四吋了 沒錯,因為身高手長 好像感覺到球好像塞在他的手上 史迪仔說 打內線沒甚麼甜頭 不如走去射個三分球 在戰術上來說 東方改變了 以或史迪仔走出去拉遠了 迪古拿不出來 但最慘的是 你不出來,我就回去 我就爆籃吧,迪古拿 迪古拿半場已經取得21分 結果打完半場 吸血鬼領先60比45 看到就是第三節的賽事 第三節要留意他 8號的沙馬 籃球的IQ是非常高的 這個球員是今場球 新的泰圍之外 我覺得沙馬是最穩定軍心的球員 看這邊,快攻 其實在第三節進入後 東方很想利用速度 去拉近比數 但最慘的是 這個曼谷吸血鬼 能力很足夠 對,77號的安娜迪 以後備三分上陣 出來後就貢獻了很多三分球 看看這個球 阿尼諾單手大力入樽 拼著犯規 希望振奮球隊的士氣 坦白說,我也希望有一段時間 他的士氣球拉近 加上林泰的手風又順 是的 很可惜一件事 你們有時,對方也有 這邊看到他們的控球後衛 就是5號的比克文 今天除了得分之外 助攻也很重要 第三節的尾段,李琦 這球是高難度的頭籃 藉著鄧志仁的單檔 射回三分球 難得難得就是 旁邊的球員也很固定 李琦的第四節 還有三分球的進場 更加射入了 他在個人ABL的職業生涯身高 獲得20分 但今天最大問題是 到你上5號的時候 新格泰圍這位球員 那些三分球真的射到插插聲 沒錯,新格泰圍今天的三分球 也可以說是非常準確的 7射5中 加上就是三亞 這個球員真的很冷靜 每一次用盡時間 慢慢吃你的兩分球 這裡給了劉子麗 就是爬爬這球 球證看得很清楚 劉子麗的右腳剛貼到線 變成這球不是三分球 好了,偷到球之後 李琦很聰明 以為我上下 我加在後面的士德肺定加 比賽尾段 其實東方也很想追 但始終對方挺強 最終萬高區別鬼 以一把十九比一把十一 擊敗香港東方